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有兴趣 高空人做料 吃米酒啊 非常舒服 做到白鸡肉 人家的蜜蜜 没有这样 非常舒服 所以去人 刷头人家的影响 吃到白鸡肉 就多 蜜蜜蜜蜜蜜吃 大排档 是感受潮汕地道美食的 必道之地 承载着一代代本地人 和亲朋好友 开心聚餐的回忆 也是感受本地风味 品尝传统炒菜的好去处 投身厨房多年的阿泽深知 大排档之所以受欢迎 还有最关键的 食材和技术因素 没有人家 吃很多吃 吃很多吃 西边吃很多吃 所以 自然感觉 自然感觉 不一样 我们 吃很多吃 有点 有点 少许 吃很多吃 所以 做着吃 每天都没有 新鲜 在客人 面 所以 我们做这个 关键 我们就感觉 有点感觉 如果 没想到 可以 看 我们 看 生猛海鲜哦 哇 我觉得这里真的是应有尽有啊 这个比较小 这样子 就有一个比较小的 我觉得我们的脸和小型鲜 就是需要比较小的 你还没有变得强 做什么 这时候在我来说 我已经想到十几十个月的时候 我还说是 乌鲜鲜 乌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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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像一样 但是我们做的感觉 肯定能够在北戴的小产人 但是做的就是普通 不然这个营兜的 我们就玩得比较 所以做的效果是隔壁面的 是隔壁面的 隔壁面的 隔壁面是隔壁面的 我们经过这个鞭鱼 然后隔壁的两件事 我们上人的时候 最大的隔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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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两次最好的 所以我们有用的上菜 形成非常贵 但是隔壁的地方 隔壁的地方 我们 Independence Coast 荻药今天的 resigns 还有隔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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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有时候我们对柜油也是情有独钟的 这些菜品的搭配和制作质量 可以看出厨师积累多年的功力和做菜的个性 既有传统的朝菜印记 也有新式的烹调理念 从而展现出融会贯通复居一格的自如 转眼间色泽诱人的大片腰花和厚实的鹅肠 一盘盘送往各桌 他在找柜转眼前,有时候在柜转眼前 看柜转眼前就是很大 他也知道,他在柜转眼前 那些过了一些感觉,他在柜转眼前 他一直在柜转眼前,他一直在柜转眼前 要柜转眼前,我去柜转眼前 你提一下柜转眼前,还有柜转眼前 很高兴趣可能像柜转眼前 我有个柜转眼前,好小的保守 做柜转眼前,可以做柜转眼前 眨眼功夫炒出来的鹅肠 其鲜其脆都透着厨师 对火候把控的自信 也诠释了什么叫 抬上一分钟 抬下十年功 大排档十分强调锅气 掌勺的师傅 除了千锤百面的烹饪技巧之外 还得拥有一口趁手的炒锅 这样才能快滚稳 炒出毒水与大排档的风味 这就是生萌海鲜 刚刚我看到的那个龙虾 除了肉质本身的这种鲜美紧致 弹牙以外呢 它还有一种独特的这种香气 除了我们能够看到的黑松露以外呢 还有就是黄油的一种香气 所以呢口感呢会更加的润滑 不错 我们再来试试这个 它叫薰鹅 大家都知道几只朝阳霞山 有一道非常出名的叫做薰鸭 今天呢这里做成薰鹅 也是这里的拿手菜 我们来试试 再来试试这道 无损于焖贡菜 无损于肉质细嫩 富含油脂 裂带甜味的贡菜 起到很好的去腥作用 传统菜式中透得年轻厨师 尝试加入的新鲜感 其实我觉得咱们潮汕人 特别喜欢来大排档的 无非就是 它是风险游人 而且性价比是比较高的 想吃什么都可以有 那还有就是说 我们不用拘泥于环境 要穿什么样的服装 说走就走就吃的 大排档真的是算首选了 在阿泽看来 大排档固然有各种优点 但它也得以时俱进 他所提出的现代化大排档 注入了现代餐饮的各种理念 目的是让顾客拥有 更好的用餐体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个人下班 车流和人海 会成一片斑斓 我们看起来更安淡 在潮汕的大排档里 有情怀有故事 时刻之间呢 彼此分享着自己的喜怒哀乐 而走进这家烧鸟店 你可以像我一样 一个人静静地享用美食 或者说呢 跟厨师聊两句 享用美食的同时呢 也可以退去一天的疲惫 客人落座 探炉前的每位师傅 都是很好的聆听者 你想聊点什么 尽管说 或者你不想说话 那就静静地品味 落到你眼前的串串烧鸟吧 烧鸟这个品种 是最近这四五年 慢慢流行出来 它其实国内那时候 是有做的事 接受范围的话 可能还没有那么普遍 所以的话 我们是从十五年前 对 了解到这块了 我们这团队的话 首先是必须在 知名度比较高的 端餐厅从事了三年以上的 才能进来我们这个团队 对 我们是模式 这风格的话 就是像那种居酒屋的模式 会更加亲切一点 对于客人来说 平常是有一些顾客过来 我们会看到他 有一些一个人过来 想喝点酒聊聊天 因为大家忙碌了一天 比较了一天的话 偶尔会想出来小酌一杯 我们都会经常 就是跟客人去聊天 陪他喝喝酒 聊一聊今天的烦心事 在日式餐饮中 烧鸟的鸟一般特止鸡肉 说得通俗一点 烧鸟就是日式的撸串 但这种卤串通常是在相对安静的 居酒屋里吃 在烧鸟还没有流行之前 日式居酒屋特有的氛围 成为职场人向往的就餐地 它治愈 有温度 充满着人情味 但仅有这些加持是不够的 对居酒屋来说 重点还得有拿得出手的好菜品 那这边是您点的食材 好 现在帮您烤了 好好 现在烧鸟店呢 我觉得已经成为年轻人的一种时尚宠儿了 大家都非常喜欢吃 那咱们这家店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最大的特点的话 第一我们的食材是非常新鲜的 每天早上的话选吃鸡的话 我们都是一定要 鸡的话它规定的重量里内 太大了也不行 太小了也不行 对 如果说来店里啊 烧鸟的部位只吃一种的话 你会最推荐吃什么部位 一种的话 第一它的鸡葱肉 它考验的是火候的把握各方面 因为它鸡葱肉的话 它只需要八成熟就好了 太熟的话 它会是一个很柴就很干 不好吃 对对对 但是鸡葱肉的话 它把握好的话 也不会就是也很好吃 更体现一个火候 还有它的鸡肉的口感 就是可以吃出它的鲜甘甜 食材的新鲜度 对对对对 师傅咱这个店呢 有没有就像我这样子的 一个人过来吃的 有会有 对 然后他们过来的话 我们现在是有一个单元的餐 单元餐 里面会配搭了一个比较 时尚新鲜 比较容易接受的食材里面去 对吧 你好这是山葵鸡葱肉 山葵鸡葱肉 对它是八成熟的 那这是牛肉鲜贝卷 牛肉鲜贝卷 它是属于北海道的新鲜的鲜贝 你好 这边盐度合适吗 嗯 我觉得调味刚刚好 就像你刚刚说的 这个鸡胸肉啊 这个吃得出新鲜度 而且里面的汁水还蛮多的 好对 它是会讲究一定一定的母猴把握 不会是就是搞得很老 不能百分百全熟 要八成 因为它有余温 余温的话它会 把剩下的话 它会慢慢的熏熟 就像一个西餐里面的低温料理一样 嗯 烧鸟作为一种 看起来只用了酱汁 盐调味 烤鸡的一种简单料理 技术不同 再加上食材的不同 它出来的成品呢 多多少少的是有点差异的 但是呢 对于食客而言 体验不同的烧鸟店 自然有不同的乐趣 大厨啊 对 刚才这个烤串呢 在这里放了一会儿啊 那我现在来吃的时候 我觉得口感是非常好的 那种虎后把握 我觉得很厉害哦 师父一边料理食物 一边谈笑风生 为食客解说菜品的细节 他真正享受着自己的工作 也享受着借由美食 传递的温度 记得有个顾客 他一个人过来的 对 有一次我们看到他的话 就是 可能刚忙完一天 比较疲惫的 他首先进来的话 啤酒的话 他适合了半杯 哇 我们心想话 这 酒量很好 是不是遇到什么烦心事了 然后我们就去找他聊天 聊天的话 然后他也说了 汕头这边的话 烧鸟 他也每家都去吃了 对 特点的话是 每一家的话 他都要 他的特点 但是来到我们这家的话 就是 感觉特别的 就温馨 给了一个 呃 人的话 就是 吃完这次 还想来下一次 烧鸟没有秘籍 无非是食材新鲜 调味合理 火候适宜 最有趣的部分 还是厨师与顾客产生的联系 食物的治愈 在这里 有更深层的含义 除了食物本身以外 品尝食物的氛围 也是非常重要的 食物的口味呢 是因人而异的 如果说 这家店 你在品尝的时候呢 那个吊吊 你特别喜欢 那么你就 有一种冲动 就是还想再来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 所有内容 再次非常感谢 宜萱地产 对本栏目的 大力支持 记得 智业善童 优选宜萱 同时呢 也希望大家能够 一如今往的关注和支持 节目的公众号 STTV 美食地图 上面有很多精彩的内容 在等着你 我们下期再会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